幼儿园小班社会活动叫暗,谁躲起来了? 活动目标,1. 熟悉同伴的姓名和外貌特征 2. 乐意参与游戏,体验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,小猫的头饰若干,大披风一见 活动过程,1. 游戏与猫妈妈找小猫 幼儿做成半圆形,教师扮演猫妈妈,幼儿扮演小猫,戴上头饰,教师闭上眼睛念,猫妈妈睡住了,淘气的小猫悄悄躲起来了 幼儿轻轻地走到椅子背后蹲下,教师念,猫妈妈醒来了 呀,我的小猫怎么都不见了,小猫小猫在哪里? 幼儿马上站起回应,小猫小猫在这里 教师向小猫招手,小猫小猫快回家,幼儿回到座位上 2. 游戏再次开始,教师在找小猫时可以逐个叫小朋友的名字,让幼儿逐个回到座位上 2. 游戏2 哪只小猫不见了? 幼儿闭上眼睛,教师念,小猫小猫睡住了,一只小猫不见了 教师摸某一幼儿,该幼儿轻轻地躲到教室的某一处 教师引导其他幼儿说说谁不见了,并引导大家招呼,XXX小猫,回来吧! 该幼儿听到后回到座位上 3. 游戏3 一次游戏,可以同时请1-3为幼儿进行躲藏,也可以请个别幼儿在教室里把躲藏的幼儿照出来 3. 游戏3,大披风里躲住谁? 幼儿均闭上眼睛,教师用大披风将一幼儿照住并抱到面前 3. 然后,请大家睁开眼睛拍手念儿歌,披风披风大又大,小猫咪咪里面藏,猜一猜,猜一猜,拿只小猫里面藏 请幼儿猜一猜,并大声说出该幼儿姓名 3. 当幼儿猜不出,教师可以拿起披风露出幼儿身体的一部分,引导幼儿猜测,也可以在性别、外貌特征、兴趣爱好、习惯等方面给予提示 3. 大披风浩 4. 大披风 4. 大披风梅 4. 大披风